门缝里出现一双美腿 男人抬头一看 是一个长得很哇塞的妹子 她有点害羞 扭过头去继续刷牙 突然女人死死盯着她 说你能看到我是吗 男人不为所动 可女人却抬起了手 最后她邪魅一笑 吐出一口仙气 差点熏死大壮 呼吃就是一拳 女人吐出两米长的舌头 大壮还想再补一拳 没想到女人这么菜 连连求饶 最后鞠了一躬 一溜烟就不见了 原来大壮有阴阳眼 没钱的时候就出去抓鬼 消灭一只能挣一千块大羊 一拳下去 哗哗的都是钱 不过她也有挨揍的时候 这次要对付的是个标型大汉 一溜烟就来到近前 俗俗比她高五厘米 腰间还插了一把菜刀 吓得她转身就跑 这天晚上她接了个大单 有1024块 于是立刻赶了过去 可放眼望去 漆黑的教室里竟然站着个人 她一回头 吓得大壮急忙躲了起来 可女孩还是死死盯着窗户 当再次看过去时 只看到一个显示器 她一扭头 发现女孩就在身后 把她吓了一跳 随后二话不说 就夹住人家脖子 紧接着就是一个过肩摔 我都觉得疼 突然女孩捂住胸口 说肚子疼 大壮刚凑过来 她就邪魅一笑 伸出两根手指 插中大壮眼睛 随后两人就打了起来 没想到女孩竟然是武林高手 大壮在她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只有挨虐的份 最后被扔到楼下 两人相爱相杀的剧情才刚刚开始 如果你遇到这么漂亮的女鬼 会舍得下手吗 男人按下手腕 指甲就掀了起来 她非常害怕 慢慢转过手臂 仔细一看 指甲里有两个充电口 随后就盖上了 她这才长舒一口气 可下一秒 手臂打开 竟然钻出一把AK 紧接着齿轮转动 喷出一股冷造液 排泄完后 AK就收了起来 男人彻底傻了眼 看向手臂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 正当她抱头痛哭时 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摸了下脸 然后继续向下 发现脖子有些异常 伸出无名指 用力一按 头居然分成几半 里面装着各种电子零件 还在不停地运转 男人非常害怕 慢慢站了起来 一步步向前走去 来到镜子前 抬头望去 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一激动 手臂上的AK又冒了出来 这次还是两只 慢慢转过身来 看到自己的机械手臂 不知道是该惊喜还是恐惧 正在这时 听到家人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她晃了下手臂 AK就不见了 这时门被打开 她一扭头 脑袋就恢复了正常 随后失魂落魄地走出家门 可看到地上受伤的鸽子时 她蹲下身子 把鸽子捧到手中 定睛一看 眼睛居然启动了扫描程序 看到鸽子受伤的部位 紧接着缓缓注入能量 没过多久 伤口修复完成 鸽子挣扎几下 拍拍翅膀飞走了 难道她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这时耳朵听见求救的声音 她顺着声音来到医院里 走进一间病房 看到床上的孩子时 再次启动了扫描程序 最终锁定了头的位置 她看了看双手 随后伸了出来 摸向孩子的头 蓝光闪过 再次注入神秘能量 随着时间推移 圆环不断转动 很快就充能完毕 孩子眼睛眨了几下 然后慢慢睁开 这时医生赶到 想把男人赶出去 可回头一看 孩子正坐在床上 还摘掉了氧气罩 男人趁机跑了出去 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 你想变成机器人吗 男人向前一趴 从30楼跳了下去 呼呼的风钻入口中 肚子就鼓了起来 喷的一声落到地上 又弹到空中 透过窗户看了眼电视 随后又落到地上 再次下落时 手伸长49.9米 抓住路灯用力一拽 头上就起了个包 晕晕呼呼掉了下来 吓得她赶紧到医院 做个检查 通过全面扫描得知 她的身体变成了橡胶 当洗澡时 一个美女护士走了进来 可浴巾里包着高压电线 她插上插座 戴上绝缘手套 夹子上顿时冒出无数火花 还诡异的笑了笑 大壮也是一脸坏笑 让她赶紧过来 只见护士一步步向前 把夹子放到浴缸里 而大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护士健壮 急忙跑了出去 穿着高跟鞋跑得还挺快 大壮手一抬 身长55米 一把抓住护士脖子 将她拽了回来 经过言行拷问得知 失败把兄弟要杀自己 原来她在执行任务时 被人从后面偷袭 她躺在病床上 咬了一口绿皮甜瓜 可嚼了两下 怎么这么难吃 随后就变成了橡胶人 突然一个杀手走了进来 她小手一伸 抓住杀手脖子 随后拉到跟前 她竟然也是兄弟派来的 大壮这下不淡定了 来找兄弟讨个说法 手臂顿时伸长了50米 跟面条一样 可杀伤力却非常大 轻轻一甩 就干翻了所有人 他们爬起来后 举枪就射 全都打到大壮身上 背后冒出无数尖刺 随后吐出一口气 子弹就反弹回去 紧接着手臂轻轻一甩 再高高举起 变成巨大手掌 来了个泰山压顶 他想干掉兄弟 可下不去手 正在这时 他们的领导赶到 手里还拿着炸弹 原来是他偷袭的大壮 随后点燃了引线 想炸死两人 突然路飞赶到 拳头快速膨胀 紧接着就飞了出去 跟炸弹来了个硬碰硬 下一秒 老大就去了西天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大壮和路飞 谁更厉害呢 地面裂开一条 两米宽的缝隙 女人一抬头 急忙打方向盘 撞破护栏朝前冲去 幸好被石头挡了一下 车子才停了下来 定睛一看 车头处于悬空状态 而下面就是万丈悬崖 女人身子前倾 想关掉音乐 突然车就晃动起来 她不敢乱动 因为屁股就坐在重心上 这时有人敲窗户 随后打开门 把女人拽了出去 下一秒 车就掉下悬崖 而诡异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来到小镇后 大雾就从远处刮来 没一会儿 就吞噬了所有房屋 雾越来越大 面对面都看不清 对方是谁 这也太诡异了 突然他们听到鸣笛声 卡车以巴士麦的速度 横冲直撞 幸好小美反应快 大壮这才捡回一条命 他们来到船上调查 没想到瞬间天就黑了下来 闪电不停地落下 小美正在打电话 突然就吓起了冰雹 而且越来越大 她想找个地方避一避 可下一秒 闪电落到前面 她被弹飞出去 落到了海里 再次醒来时 却躺到一张大床上 原来被人救了一命 随着案件深入 小美找到船主 刚想抓她回去 没想到船主一用力 小美就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到汽车上 舌了两根肋骨 突然她抬头望去 空中竟然飘起了雪花 天气又发生了变化 看来船主就是她要找的人 随后掏出枪 把船主带了回去 可她老婆在接到一个电话后 急忙打开账户查看 上面余额竟然是零 她非常生气 急忙走了出去 这时外面狂风大作 空中出现一个漩涡 里面还夹杂着闪电 原来她的钱被小帅骗走了 她正想跑路时 被二翠堵了个正着 她越来越激动 闪电不断劈了下来 纷纷落到附近 小帅非常害怕 掏出了手枪 可二翠根本不在乎 眼睛一瞪 枪就飞了出去 这时小美赶了过来 说你必须冷静点 现在的天气都是你造成的 在她的安抚下 二翠终于平静下来 天气也恢复了正常 小帅被抓了起来 如果真有这样的超能力 你说龙王会不会失业呢 种子破土而出 竟然钻出几个头 女孩非常高兴 拿起喷壶开始浇水 小人们只能默默承受 不敢有一丝反抗 为了让他们茁壮成长 把花盆放到阳台上 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还给他们买了亚铃 练习臂力 经过刻苦训练 两天后 就能拉动一吨重的机器 可光有力量还不行 必须劳逸结合 多读点书 掌握棒球的技巧 原来他们都是 迷你棒球手 三天前 小美去超市 买了几颗棒球手种子 把它们放到花盆里 然后买点土 再浇点水 棒球手就钻了出来 为了取得好成绩 他们天天练习棒球 甚至拿蝴蝶当陪练 这天一个男人闯了进来 还捧着一个棒球手 原来他是来挑战的 晚上球手们对着萤火虫 许下必胜的心愿 可一觉醒来 发现花盆里空空如也 小美急忙跑了出去 发现他们已经成熟了 早就排好队伍 然后信心满满的参加比赛 而对手也非常厉害 每一发炮弹都威力十足 不过都被揭了下来 小美对此非常满意 玩得越来越痴迷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这些人是怎么做的 我看起来的 再用参加比赛